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25号 洛杉矶呢天气已经很热了 加州呢目前还属于这个封城状态啊 所以说呢都没有恢复上班 因此呢天气很热呢也只能待在家里面 那么现在呢我今天呢都换上了短袖衬衫 今天呢是《建民论推墙》的节目第900集 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广大的读者朋友的支持 你们的点赞 转发 包括你们对我的打赏 成为我的会员 都是给我巨大的支持 在大家的鼓励下 建民呢这么长时间日出一集 基本上做到每日更新一集 就是为了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期待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能够帮助转发 帮助点赞 帮助传播 希望把我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也希望早一点迎来我这个节目的第1000集 好 我们谈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讲有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谈美国的马斯克所属的斯卑克X公司 已经又把400多颗卫星呢送入太空 这是我们要谈一下马斯克的卫星 它对全球的这个网络发展 对全球的无线联网能产生什么巨大的作用 可以讲马斯克的这个卫星已经破除了防火墙 但是这个防火墙在中国究竟能不能达到破除的目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谈一下美国政治的黑暗 也就是调查川普的通俄门的时候 美国曾经美国曾经做出了一个有罪判决的一个佛林将军 这个佛林将军呢现在呢可以讲叫成员昭雪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下佛林将军的事和川普总统所遇到的那种不公的调查 以及对美国的政治的影响和美国政治的黑暗 好 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就是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他的星链计划呢近日又成功的把第七匹六十颗卫星呢发射到太空里面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这就依附着颠覆性的太空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呢很快就到来了 按照马斯克的计划还有六个月 如果今年不是因为本年度的疫情影响 实际上现在已经布局成功了就已经全部到位了 现在目前呢还有六个月也就是说还有六个月 马斯克一共要发射上千颗卫星布满太空 到目前为止马斯克发射的卫星总数已经达到了四百二十二颗 他的斯佩克X公司呢计划是在2020年之前要把上千颗的卫星呢送上太空 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卫星送入太空以后 中共花费巨资建造的防火墙和华为在全世界抢占的5G市场应该来讲就是功亏一篑了 因为马斯克的这些太空卫星都可以绕过这些防火墙 直接把信号送到全球各个角落 因为卫星信号的传播速度呢它接近真空中的光速每秒可以达到三十万公里 比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光纤传播速度每秒二十万公里呢除了要快之外 最重要是星链不用像远距离光纤通信那样要一段一段的踪迹 所以可以点对点的通讯手机啊电脑啊都可以直接接受太空卫星里面的网络信号 没有设备能阻挡得了理论上来讲防火墙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优 因为喜呢是喜的科技进步可以直接摧毁防火墙 优的呢优的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马斯克现在已经被共产党俘虏了 他现在是一颗红星两种准备 他随时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啊 马斯克已经变成了马克思啊 他跟共产党现在关系勾兑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么有的朋友讲说太空卫星是不可以直接到手机到电脑 中间必须要有中计的要有地面接受站的 马斯克的计划就是所有的特斯拉汽车都是他的接收站 他讲把所有的接收收备都生产制造在他的特斯拉汽车上 也就是说只要有特斯拉汽车经过的地方 或者是特斯拉汽车能够存放的地方 他都可以承载着这个地面接收的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按照马斯克的计划 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是拦不住他的 他都有办法 他可以在地面建造固定的这些基站 也可以用特斯拉汽车作为他流动的基站 也就是他的太空卫星一旦不防到位以后 全世界所有的角落 他的太空卫星理论上来讲都发射得到 问题是中国大陆是防护枪 马斯克如果是跟中共勾兑的话 马斯克就可以屏蔽了中国大陆这一块 也就是马斯克如果一心爱党的话 跟党勾兑的话 那最终的结果也就是防护枪 它有技术上有这个能力去摧毁 但是马斯克本人从内心里面不愿意 因为他跟共产党勾兑 共产党会要求他这么去做嘛 所以马斯克你觉得他不会吗 我觉得马斯克会的 所以说尽管马斯克的这个卫星进步很大 但是这个进步未必对中国人民有效 也就是他这个技术如果没有用于开发人类解放人类 给人类创造自由 而是帮助专制去禁锢人类的话 那么他的智慧和才华就会被专制所用 而智慧和才华一旦走火入魔 那么智商越高财富越多 正义就越会受到摧残 马斯克是最典型的例子 川普总统是要求美国所有的企业都撤出中国大陆 而马斯克是顶峰而上的 马斯克是在中美贸易战打的最汉战的时候 他到上海去投资了20亿美金去搞了他特斯拉的工厂 所以说马斯克能够在这个时候顶峰而上 他选择跟中国政府合作 那显然就是马斯克已经被中国政府俘虏了吧 所以说他的太空卫星再伟大技术再好 他不会给你中国人民用 甚至他会帮助这个专制政府去屏蔽掉中国大陆的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太空卫星升空 最终对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用 马斯克完全可能会这样做 而且我认为马斯克一定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老马家除了出了马克思 除了马斯克 现在还出了马云嘛 马云不也是这样吗 马云居然被评为全球防疫25个明星人物之一啊 我简直不知道美国这个委员会凭什么 把马云评上是全球25个防疫人物呢 马云做了什么贡献呢 整个这个评选里面排在第一名的是李文亮 也就是有两个中国大陆的人上榜 他一个就是李文亮 第二个呢就是马云 是因为什么马云是首富 马云给美国说他捐助了捐助了很多救灾物资 但是马云捐助的救灾物资有多少物资能用呢 哪些物资不是假的呢 可以讲整个这个疫情我们可以看到 无数的中国送到海外的都是造假的或者是假冒伪劣的 各种医疗救护物资完全是大爆发啊 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个医疗物资产品质量那么差呢 送到海外的为什么要搞产品质量那么差呢 你以为原来的产品质量好原来的产品质量就是这么差 但是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么差的产品质量在全世界能够通行呢 那不就是因为我们便宜吗 因为你的东西很便宜 你送到海外去如果你的质量不好那么厂家或者商家一定会退货 而中国的销售方从来对退货来讲就是不打折扣的 他知道自己产品质量不好 他知道根本达不到境外的达不到美国欧洲的标准嘛 那么一旦退货退就退 所以然后我们再给你补薪货只要是你不断掉我们之间的生意往来 而且他们很快就搞定那些经办人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中国的产品尽管质量很差 这么几十年来就是在全世界卖 可以讲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过去呢没有集中爆发 而这次是因为医疗物资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政府在采购 而每到一批医疗物资由于质量很差的时候 所以中国制造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个质量很差的 这个矛盾就突出的显现就突出的显现出来了 这不都是他马云干的吗? 马云可口声声说他是毁创阿里捷克马 也就是马云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后悔是他创立了阿里巴巴 你觉得马云他是创立了阿里巴巴后悔吗? 那是共产党杀猪他感觉到输大招风 因为现在中共一旦没钱了一定会拿他们这些富豪开刀 猪养肥了就是要宰的嘛 所以马云经常也是茶饭不思嘛 马云非常喜欢拜佛的啊 一旦遇到重大挫折他就喜欢去找大师 过去找大师是找亡灵阿 但是现在亡灵死了亡灵死了没办法 要么现在只能去临隐寺要么只能去普陀寺 所以他每次都带着烦恼去问人家方丈 问完了以后人家寺庙里面的方丈没有说话 只是拿出了一个热水袋 往这个热水袋里面倒热水 一直把这个热水倒满了以后 只要轻轻一摇热水袋就破掉了 马云顿时就领悟道 哎呀大师啊 你是说难关就会像热水袋一样不攻自破嘛 大师摇摇头 那你是说我们不应该膨胀 大师还是摇摇头 明白了 马云说现在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是说我们要珍惜生命的热度 方丈继续摇摇头 方丈说都不是 我只是让你知道这个热水袋淘宝上买头 这也就是告诉马云 你淘宝上卖的都是假货 所以你现在误来误去 你就没误到 你自己是靠造假卖假 然后成为你这个中国首富的 现在大量的产品尤其是救资物品到达美国以后 美国已经完全看到中国的这个产品质量的低劣 所以说Made in China现在在世界各个国家大家都不接受 美国就是因为全球商品化嘛 就是因为全球商品化才把这些生产 这些重要的救灾物资放在了中国生产嘛 而现在美国需要救灾的时候 美国没物资嘛 因此导致了美国的伤亡惨重啊 美国现在的感染都近百万了 死亡人数已经五万多 已经快达到美国越战和韩战的死亡总和了 现在失业有二千二百万 所以说美国政府现在是不堪重负的 很多企业不得不让员工下岗 没活干啊 你看波音公司 因为这个疫情就导致了全球的航班 基本上都是停飞的 全球所有的旅游都完全停下来了 很多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根本就不能飞行 没有客人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波音公司它很多的业务都受到影响 本来是大量的紧张的繁忙的航行 那么除了波音公司不断的要生产飞机卖之外 那么大量的飞机的维修啊 里面配件的更换啊 这些设备的保养啊 这些里面波音公司都挣得到钱 但目前来讲波音公司这些钱都挣不到 而且波音公司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啊 它这个里面的产业工人就十来万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波音公司怎么能养得起这十来万不生产的工人呢 但是这些工人都是技术工人啊 你叫他们全下岗 如果他们都不在了 波音公司恢复生产 你没办法生产了 所以波音公司很头疼 在这种情况下 波音公司就跟美国政府谈 希望美国政府拿钱来救助他们波音公司 而美国政府他们当地那个州就是华盛顿州 他们州政府来跟波音公司谈的时候 他谈的条件就是这样 我们政府可以拿出钱来帮助你们波音公司 但是政府要在你们波音公司持股 也就是说我们用救助款来换取你们的股份 波音公司一听你们拿我们的股份 波音公司马就不干了 波音公司知道政府早就想在波音持股 但是波音这么多年来就没让政府持股一分钱股份 要在中国的话 中国的政府要看动哪一个企业 要在里面持股 那个老板的高兴死了 赶紧跟政府合作 美国是坚决不同意的 波音公司是坚决不同意 美国政府来持股 那么这样怎么办呢 如果说政府不来持股 政府不来帮助救助 那这么大的工人怎么办呢 波音公司就让他们下岗啊 波音公司就跟这些产业工人 尤其那些技术工人跟他们打好招呼 你们呢先下岗 我们呢给你们办理失业 失业完了以后 你们到政府呢去领失业金 因为美国就是这个政策嘛 美国的政策就是任何一个人 所以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 你一旦下岗以后 你就可以领到就业基金 也就说波音公司要求他们这些产业工人 这些上万的产业工人 你们现在全部下岗 你们现在全部解雇 然后你们去领政府的就业金 然后领到政府的就业金后 你们先把这几个月下岗的日子先过好 等到疫情过去一旦恢复了 我们再重新招你们回企业嘛 你们重新回到企业以后 你们照样恢复你们原来的生产待遇 恢复你们原来的工资薪金待遇 一样都不会少 所以这种办法不是好得很吗 因为他们一旦下岗 美国政府是绝对不能不给他们发救济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波音公司很聪明 这个账算得过来 而美国政府想趁机持股的想法也很合理 他们也想趁人之危嘛 但是没有半成 没有半成也就变成了波音公司的员工下岗 政府照样要拿钱来救济 而这些工人他们并不是流离失所 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救济 能度过他们现在暂时的难关 一旦疫情过去和波音公司恢复生产 这些产业工人 波音公司百分之百要把他们请过来 因为他们的技术 有的人都是在这干了几十年的 他们的技术别人顶不上的 波音公司一个不能缺少这些技术工人 而这些技术工人也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他们的技术只有波音能用得上 而波音会给他们很高的工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这个大企业就类似像波音公司就这么度过来的 而波音公司的工人是绝对应该救助的 而哈佛大学的不同了 哈佛大学也领了美国一千万左右的救济金 这件事被川普总统知道以后 川普很生气 川普认为哈佛大学一年能获得社会捐助达到四十亿美金 你有那么高的捐助收入 你还来领美国政府这一千万 这个太说不过去了 因此川普总统要求哈佛大学把这一千万退回去 最终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把他们领的政府救助的这个上千万的资金 全部退回去了 因为他们获得每年的这个校友的赞助款捐助款都达到几十亿美金 你这么好意思在美国政府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再去领美国政府的那个只有一千万的救助金呢 美国现在已经伤痛惨重 很多州现在呢都希望恢复生产 但是呢按照联邦的要求就说 你这个州至少要两个礼拜 没有你的这个阳性确诊率呢上升 应当是阳性确诊率下降 然后呢部分产业呢可以开始 那么很多州现在就开始按照联邦的要求看某些产业可以恢复了 也有的时候根本不理联邦政府根本不理川普 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各个州自己决定 那么一边是人家每个州要恢复生产 第二个人家考虑到那么多损失谁来付啊 所以继密苏里州之后 美国密西西比州成为第二个政府起诉中共的美国政府 这也就说密西西比州已经效仿了密苏里州 美国有五十个州呢 每个州都会起诉啊 现在中共已经就像热锅上的蚂一样 不是美国每个州来起诉一样 全球都会起诉啊 澳洲现在已经要求起诉啊 以后欧洲呢 亚洲的韩国呢 日本呢 新加坡大家都来你起诉 非洲直接是非洲不要起诉 非洲都直接赖交贷款 坦桑利亚国家的总统已经宣布 中国投资坦桑利亚 那个上十亿美金的那个贷款的钱 坦桑利亚不准备还了 坦桑利亚总统就说 只有罪汉才会跟中国签署这样的合约 因为中共对于非洲的投资它是吧 它是答应帮你建一个码头建一个港湾 这个码头港湾比方说十亿美金 它是不给的你坦桑利亚政府手上的现金的 它只是跟你讲你承担这笔债务 你现在欠中国十亿美金 这十亿美金中国政府是给了中资公司 由中资公司来帮助你建造好这个码头 建造好这个港湾 建造好了以后 这个码头和港湾 中共有权利使用它99年 也就是中共用钱实际上是占用了人家的港湾 占用了人的码头 占用了人家的资源 无非是自己花钱做了建设 而这个巨大的债务要非洲承担 你觉得非洲都是傻瓜 所以坦桑利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中国 坦桑利亚是跟中国最好的非洲国家 七十年代毛泽东在时候 就帮助坦桑利亚那时候修过一个叫坦战铁路 就坦桑利亚到战比亚的一条铁路 那就是中国原建的 所以说跟中国那么铁的国家 人家到这个时候也跟你中国翻脸的 好 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美国这个佛林将军 他的成渊遭雪案 我以前看美国的影视剧《纸牌屋》 看到那个纸牌屋上面 谈美国的政治人物 美国的两党之间的内斗呢 我认为很多都是那些好莱坞的那些明星导演 为了赚取眼球 为了赚取票房 然后呢 对美国政治的一些丑话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美国的这个政治真的很肮脏 美国的民主党我们动不动说是美国的共产党 以前我认为对美国的民主党把它说成是美国的共产党 只是认为他们意识形态上面像共产党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行动上 他们自己那些行为的可耻上跟共产党真的差不多 这个美国弗林将军案是美国两党恶斗 是民主党为了陷害川普 炮制了一个所谓通俄门 在通俄门里面陷害构陷弗林将军了 弗林将军被构陷以后不得不认罪 在他伪心认罪的情况下被判了五年刑 但是他现在即将脱罪 因为他这个律师非常了不起 他的律师已经从美国司法部获得了绝密文件 从这个绝密文件里面已经完全显示 当时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团队和FBI 一开始就知道弗林将军是完全无罪的 但是穆勒团队仍然以子虚无有的罪名 威胁他和他的儿子 为了保护儿子最终弗林将军不得不认罪 弗林将军的案是怎么回事 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弗林将军是一个美国的三星上将 是美国反恐战争的核心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呢 美国这么多年来击破了很多恐怖组织 川普总统当选以后呢 川普总统很赏识弗林将军的才干 因此呢 他就任命了弗林将军担任了川普首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国家安全顾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 因此在2016年也就是川普在大选中已经获胜 但是呢在16年12月份时候呢 还是一个过渡期 也就是奥巴马要到1月份才把这个总统职位呢 移交给川普总统 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呢 弗林将军呢 当时和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呢通过一个电话 这件事呢本身来讲没什么问题 因为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跟外国大使同一个电话 沟通一下这个再正常不过 在这个通话过程中呢 弗林将军呢就向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呢 向他通报了这么一件事 说什么呢就是说奥巴马刚刚准备制裁俄国 为什么要制裁俄国 是因为俄国干预了美国的这次大选 其实呢奥巴马实际上这件事呢 他是给川普挖了个坑 因为奥巴马已经要卸任了 他零卸任之前他对另外一个国家去制裁 他这个一旦制裁马上就引起人家的反弹嘛 而新总统就任以后马上就有一个敌对国家来反弹来对他反对 那不是给新总统带来政治和外交上的麻烦吗 但是奥巴马就这么去做了 而这件事呢弗林将军呢 他是通报给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这个事情呢没什么问题也不违法 因为呢奥巴马制裁俄罗斯是公开的 又不是秘密行动 那么既然制裁了这边国安顾问 向对方的大使有一个通报 这也很正常 但是弗林万万没有意识到什么 他当时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这个交谈 被FBI用电话呢做了监听 而这个监听呢FBI呢就准备在里面大作文章了 怎么做文章呢 就是在2017年的1月份 那个FBI的其中一个副局长就打电话给了弗林 跟弗林讲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啊 想跟你聊聊 因为你马上要接任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嘛 所以我们FBI有重要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想跟你聊聊 那么作为弗林来讲是马上就要就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FBI的副局长打电话来讲说是有国家安全方面的事情要聊一聊 聊聊就聊聊嘛 所以他很爽快的就答应对方过来聊聊 然后对方呢在1月底就派了两个FBI的探员过来呢跟他做了一个交谈 这个交谈呢气氛很轻松 基本上没什么 在这两个探员后面写的报告就说弗林基本上是有问必答话多的不得了 你问他他都讲他没有戒备吗 弗林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个探员根本没有说明来意 他讲的是随便聊聊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秘密调查 他对弗林讲的所有话都写在了调查报告 因此弗林呢他是随便这么说 而对方这有心的忌 对方就探弗林那个话 就问他你有没有给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事 打过电话讨论过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些重大决定 弗林当时呢是有意无意就否认这件事 他就没当回事 但是人家FBI就要你这个答案 也就是你否认这件事就行了 因为人家有电话记录你是赖不掉的 也就是他拿到你的口供你是否定了这件事 而实际上你是有过这件事 实际上人家FBI就是要这个结果 人家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就可以证明什么 证明你弗林将军车谎 那么车谎在美国就是大事啊 所以FBI谈话的这一段记录 弗林将军根本就不知道他以为是随便聊聊 而人家已经把它当做一个秘密审查的报告 这个报告送到了穆勒手上 穆勒就可以大于文章所作了 穆勒是美国指定的调查川普通俄门的独立检察官 而穆勒就死死的盯住了弗林撒谎的这件事 光为弗林撒谎这件事 就对他面试了一共有19次 而且呢要弗林不断的来自证 那弗林到最后就没办法自证啊 他确实在FBI探员跟他讲这番话 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是讲过他否认这件事 而电话记录又确实有这件事 也就坐实了他肯定是撒谎了 那么既然撒谎 那么现在穆勒就盯着他撒谎这件事 就以他撒谎就要给他定罪 那么弗林就要找律师来抗辩啊 可是呢你要知道在美国政府 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很清品的 即使是弗林这种军队的三星上将 他也是靠薪资收入 他有多少钱来付律师费呢 他被特别检察官被穆勒盯上 穆勒调查通俄门 花了美国纳税人几千万美金的费用 穆勒有的是钱 但是弗林将军有什么钱啊 所以弗林将军最后就付不起律师费啊 付不起律师费 穆勒就暗示他你可以认罪 你一旦认罪呢 你承认撒谎呢 你成为误点证人呢 就可以轻判 而且呢不断的威胁他和威胁他的儿子 最终弗林呢扛不住 因为为了自己的孩子 也自己因为自己打不起这个官司 请不起律师 最终弗林呢就违心认罪 他被判了五年接近 而弗林蒙冤入狱 都完全起源于那一次FBI偷偷摸摸的这个审讯 和一次若有若无的撒谎 也就是弗林这件事本身是很冤枉的 这就是通俄门的荒谬的佐尊 现在呢弗林的律师呢已经调查出整个FBI的这个里面的陷阱 现在是还了弗林一个清白 那么这是弗林的胜利当然也是川普的胜利 只是呢肮脏黑暗的美国政治的背后呢 付出的代价是弗林的名声 弗林的事业和弗林的家庭 那么本身弗林将军真的是很清白 没有什么问题 他打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里面也没有说明什么 他所谓的撤谎 他只是对FBI这两个探员 一个所谓非正式的探访 两人随便聊聊的这种谈话里面 他对某一个事实没有给予肯定 这对他本人来讲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就给穆勒检察官 暗示和FBI勾结以后对弗林做了栽账陷害 这也就是弗林的律师在司法部里面查到的所有文件 就已经证明了 穆勒和FBI 他们实际上一开始就知道弗林是很无辜的 但是他们为了抓这个通俄门 为了通过这个所谓通俄门 为了通过弗林去坚持川普 然后把川普定罪 他们呢就不择手段 所以说这是美国政治的黑暗 可以讲川普从政呢真的是遇到了太多的麻烦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 川普是美国建政 美国二百多年历史上做的最难的一个总统 是受到反对力量最大的一个总统 到哪里能跟里根比啊 我们动不动想把川普比作里根 他怎么跟里根比呢 里根时代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 里根的主要压力都在于东风压倒西风 因为那时候苏联控制的共产主义阵营 无论是从地域面积上还是从人口资源上 都远远超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 但是美苏对抗的时候 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敢支持苏联呢 欧洲的媒体也没有啊 其个别的媒体就是对里根有一点私怨 他也只敢指伤骂怀偷偷摸摸啊 他不敢公开的啊 可以讲绝大部分的美国和欧洲的媒体 都是一边倒着支持里根 那么川普的处境呢 川普的处境比里根难多了 川普从他竞选开始 民主党嘛全部是敌人 共和党至少是一半是敌人 尤其是共和党的大佬 共和党的前任总统老布什也好 小布什也好 通通都是反对川普的 共和党重量级的议员叫麦凯恩 麦凯恩知道他去世 都不允许川普参加他的葬礼的 川普基本上都是全世界以他为敌的 川普当选以后美国国会是处处刁难他 什么通俄门了通乌克兰曼了 就差一点通彭利元门了 川普要对抗的是美国的所有权贵集团 川普还要对抗美国的华尔街的金融集团 川普要对抗的是好莱坞的明星集团 川普要对抗的是NBA的球星集团 川普还要对抗那些硅谷的高科技集团 所以川普要对付的人太多了 因为川普要对付至少有一半百左思维的美国的民主党人 还要对付欧洲的马克龙、默克尔 还要对付加拿大的特鲁多 所以说川普真的是力不从心 那么加上还要对付共产主义的朝鲜的金三胖 中国的习近平、俄罗斯的普京、伊朗的哈梅内伊 包括苏美那里 川普都要去对付啊 所以川普你看他就任整个整整一个任期四年都不到 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中共在全球的大外宣 包括美国本身的谷歌公司、推特公司、Facebook公司 几乎90%以上的自媒体都是向川普开炮的 里根实在是什么情况? 里根实在除了媒体一边倒的支持里根之外 里根实在那时候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完全支持里根 里根的时候有梵蒂冈的教皇保罗二世 保罗二世立志摧毁了共产主义 整个波兰的共产主义基本上就给保罗二世一个人就摧垮了 而今天川普碰到谁? 今天川普碰到的英国首相是约翰逊的 约翰逊这个任贼做父的 刚刚死了一回没死掉 就回来就把华为武器安装到英国的 约翰逊啊这是跟当年里根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对照的 川普碰到的就是约翰逊的 那梵蒂冈的教皇方继格呢 方继格就是专门的共产党勾兑 把中国的所有那些主教全部撤掉 然后换上共产党的人 方继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赶上了川普时代呢 所以你就要川普来做里根 川普他真的是力不从心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要理解 美国的这个政治的黑暗 全世界现在对川普的围堵 川普能刷出重围 最终能够达到对共产党有打击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所以我个人就是坚定的支持川普 虽然川普那时候夸习近平啊 说习近平这个好那个好我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看川普的行动嘛 我相信再给川普一个任期 川普对中共的打击比现在的力度要大得多 所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支持川普 顶川普最终什么 最终让美国获得美国自身伟大的时候 能够对中共有毁灭性的打击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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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